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解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 各位就是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215頁 這裡講到先有四間證件 然後出四間證件 然後一八證到休學 我們看240頁第三頁 上次講到這裡 前面是講到有了證件之後 七證實穩 對證件所建的做更深度的正確實穩 然後再引發正习 引發向解脫的真實欲求 而得到解脫 這裡講到他說 這個是從生性因果中來 所以諺女世間勇於為山 那不是因為這樣而悲觀 那麼消極 那麼佛法來講 它是積極的熱觀 那很多人一聽到無常 就感到悲觀跟消極 悲觀消極就變成好像做什麼事情 不不一 因為一切無常 因為一切是苦 佛法就講無常苦不盡 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很灰暗 那反正怎麼努力也是無常 反正再怎麼樣它還是苦 然後就感覺到佛法它是消極的 悲觀的 對世界對人生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不其到了後來佛教變成等死的宗教 你活著就是為了好好的死 然後死了到好的地方 反正後來就變成這樣了 活著是為了以後能夠好好的死 然後死了能夠到好的地方 就變成是這樣了 所以一切的修行都以為了能夠死得好 死到好的地方為主 開始就有一點點相極性 對這個世間沒有興趣 對於解脫也不氣球 解脫也不太可能 那只好希望能夠應知實質 能夠往生進度 然後能夠死的時候 沒有障礙沒有恐怖 不變成就是這樣 那佛法其實不是這樣 開始慢慢慢慢變成悲觀 消極 無奈的人生觀 佛法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它這裡就講到說 不是一般頹廢的灰色人生觀 那因為無常 因為苦 就什麼都會想出來 如果我們大家記得那個 記得那個了凡世心 那個原了凡 還沒記見雲古藏屍以前 那麼因為被那個算命的送準 那麼你會當官 你這輩子會當官 當了幾年 那麼只能夠當幾年 然後之後就會怎麼樣 都算得很準 那麼一開始他不信 後來他真的就是這樣 然後都照那個算命的講 他仍然覺得 反正一切都是命決定 我們叫做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而 這個有一點宿命論 佛法不是宿命論 佛法講有業有報 但不是宿命論 六四八道裡面有一個 也是定命論 一切都是決定好的 你在怎麼用都沒有用的 精進如工 就是你精進也不能不改變 不過才是宿命論 佛法不是的 佛法是元氣論的 透過你行為的改變 你心態的改變 你原來應該要受苦農 或受熱的都會改變 所以決定不在過去 決定在現在 你如果不努力 他才會順著 就好像這個水 你如果不改變他 他就順著這個趨勢 一直往下 如果你改變他 他也是可以轉到的 什麼樣的道理 所以 有些人就把佛法當成 把業報當成什麼 宿命論 對 我們一切所受的 都已經被決定了 而且你不能改變 其實不是的 那這個佛法 因為什麼都被算定了 所以他去打坐的時候 一點妄想都沒有 雲骨禪師看他 這個人不了不起 打坐盡量沒有一點妄想 後來對他談 他才知道 他之所以沒有妄想 不是真的沒有妄想 因為他覺得想也沒有用 我就知道 這個比那個想不對的還糟糕 後來再跟他講 後來才改變 所以佛法有時候被復活 所以悲觀消極 那無為不是無所作為 不是的 那基本上 有時候佛法走到最後 會變成就是 他只是一種慰藉 那麼希望 希望提供給你一種庇護 死後給你一種保障 就是活著的時候給你庇護 死的時候給你保障 那你不會多散熱到 那你會到好的地方 那所以你好好的 祈求這個神 祈求這個佛 拉住佛菩薩的衣角 後來變成有一點點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佛法不是這樣 你再看 所以他說 是勇於為善 勇於求證的 他說從無我的正思中 那無我基本上是佛法的核心 我們說過 有凡聖的差別在持走我跟我 凡聖的差別在持走我跟我 那 又是外道基本上都是持走我的 那就是有真我的 有一個神我的 有命 或是自信 那除了阿宜多 阿宜多是回憶論 死了就什麼都沒有 那其他基本上都是持走有我的 那這個我 這個 這個只要你持走有我 有我見就會有我愛 有我見有我愛 就會起種種煩惱到種種業 起種種煩惱到種種業 他就會受爆 那麼爆一定在三界面 就有生死了 就有生死了 所以阿宜挺講的 這個 眾生無死以來 長夜如违 都是因為無名所父 愛言所信 那麼才有這個生理 會有這個世生 何此世生 我們可以想一下 他是講 以事無為凡夫 講簡單的就好 眾生 借眾生 如此生死 長夜如违 借眾生 長夜如违 或是因為 或是因為 因靈所護 愛你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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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夜如违 應該是這樣 一夜眾生 無死生死 無名所護 愛言所信 長夜如违 不知苦 就好信 就是這樣 他之所以 生死生死 生死不禮 都是因為 無名所護 愛言所信 一般我們講的 無名跟貪愛 長夜如违 不知苦 就好信 那這個無名 就是不知有我 不知無我的 不知無我的 不知無我的道理 因為你不知無我的道理 就起我見 只取這個我見 見有我 只取有我 那這個我就是受想行事 有我 所以就叫做愛取 有我 那是我亦我相在 這個無印就是我 無印就是我 那麼 無印散掉了 可以壞掉了 我就不在了 這個是冬緣 無印之外有一個我 那是我亦我相在 無印之外有一個我 就是有一個靈魂 這個身心沒有了 有一個靈魂不滅 就變成是這樣 那麼 基本上就是 這兩種 就只有這兩種 那這兩種 就有我 那麼 都是無名 不管你 不管你是斷念的 無我 還是常見的真我 都是有我的 就是有我無我 基本上都是直取 有這個我 那麼 他們不知道佛法講的 緣起無我 所以 因為有我見 就有我愛 所以叫做無明跟貪愛 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 一般我們講的就是這個 那貪愛分三個層次 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 才有眾生的生死 那這個眾生就是三界六道 才有眾生 才有眾生這個生死 所以 無我是解脫的關鍵 就是凡聖的關鍵在我 你 你知道 無我 還是你 執著 有我 在這裡 好 所以他這裡講到 那麼從無我的正師 因為這裡是 這裡是三聖共法 三聖共法是講解脫的 如果無聖共法 就沒有牽涉到無我 無我的概念 他就是講 散熱月報的關鍵 要行山 然後頂多修訂 到天上 但是這裡是要向解脫的 所以厭禮遇解脫 引發向解脫的真實意見 那我們說過 佛法三個趨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脫 那第一個就是無聖共法 要向上 你要保持在人間的基礎上 然後向解脫 然後越來越高 那麼禮遇 禮遇就向上 從遇見到色見 就修變 然後再依變發如露 再出山見 所以向山 向上 向解脫 那麼是向解脫的 那麼所以 向羽禮遇 遇是什麼 遇就是五遇 五遇裡面 比較嚴重的 就是懶濁性比較 比較高的 基本上就是兩個 就是淫慾跟食慾 淫慾跟食慾 淫慾跟食慾 所以這個孔子也有講 飲食男女 人之大慾全願 飲食跟男女 就是食慾跟性慾 那這兩個算是 食慾雜首 飲食是食物 因為食物要養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吃的 不管你是吃一餐 吃兩餐 吃三餐 吃四餐 當消耀 對於食物都有一定的執著 所有動物都這樣 比如是天安 這種 它比較 比較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它也是 就是有一種很深的執著性 食物是色香味醋 四餐雜食 跟聲音比較沒關係 那淫慾是色聲香醋 跟舌頭味道 關係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色聲香味醋 那麼這五玉 五玉裡面 飲食跟男女 它是四玉雜女 就是它同時 有這四種 四種玉 如果我們聽歌 那只是聲音 如果我們看花 看美麗的 那只是眼睛 那是色聲香味醋 基本上 這個是世間的五玉 這是玉界的 玉界的特點就是五玉 那一到天上還是五玉 天上有分三層 玉界色界五色界 玉界天還是五玉 只是它的五玉比較高級 更高級一點 這樣罷了 那就好像說 小孩子是玩彈珠 你長大了 就收起珍珠 珍珠比彈珠高級一點 但是 但是差不多 就是從 從比較高的層次來看 你完蛋珠的跟完珍珠的 基本上是差不多 差不多 只是完珍珠的比較高級一點 只是這樣而已 那不是物質 那玉界天上去就色界天 色界天就沒有隱石難民 色界天沒有隱石也沒有難民 所以它領域了 因為色界天 色界天有鼻子 但是沒有 因為它沒有食物的 它是殘月為止 它不像玉界天 還要有食物還要吃 而且它也沒有男女 也沒有 所以它沒有隱石難民 沒有食欲 沒有性命 沒有這種東西 那玉界的特點就是這個 特別是領域 所以這種 你如果要向善 你向善是在比較高級 但是你還要向善 你還必須要修犯恨 所以這種犯恨 犯恨有兩種 一種就是清淨恨是以佛為主 沒有就是犯天 犯天就是色界的出殘天 犯天是色界的出殘天 那麼它是禮禦 禦惡不善之法 它是禮禦 那禦裡面主要就是文禦 腹禦裡面 腹禦裡面比較懶卓性比較高的 就是野食跟難民 食慾跟性慾 所以到了色界天 沒有這兩個東西 沒有這兩個東西 好 那這裡講到 能不自懶卓 所以說它沒有懶卓 那並不是說你不用吃東西 你都沒有過難的關係 不是 而是說你雖然比如說你比較食慾 它不是叫你不要吃 不是啊 你還是吃 但是吃的時候你不要懶卓 你說吃怎麼可以不懶卓呢 可以 不是不要那麼懶卓 所以佛陀在這個吃的方面 也做了過關 它讓你不用懶卓 第一個 它讓你是脫鍋的 脫鍋的是 人家給你什麼 你吃什麼的 所以你不能決定 我今天想吃這個 我今天想吃那個 我要買這個來吃 我要買那個來吃 我要去哪一家餐廳 沒有的 沒有的 那就是 你出去的人 要給你什麼 你也不知道 但是 而且它吃的時候 它是做觀想的 我不是為了這個色身而吃 我不是為了貪吃而吃 我不是 要這樣講的 那這一套後來 我們沒有 因為還保留在食存餘觀裡面 但是我們比較不重吃 我們吃飯的時候 比較重供養 供養輕盡發生 屈射納頭 嚴蠻爆生 屈射納頭 比較重 修復爆 但是佛法 佛法如果飲食它 比如說你要出 你出家才有這個 出家它告訴你 你要再飲食這一部分克制 所以你吃的時候要觀想 我不是為了味道來吃 我不是為了營養來吃 我不是為了這個色身來吃 我是為了休息 它這裹爆生必須要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一般說的 食存餘觀這一部分 有一些是在這裡 氣功多少 要你來出 屬體得恩 全缺運購 防薪移工 正是要餵療神功 但是把他按藥吃 餵成佛道 應受此事 但是佛法當時 告訴弟子的氣氛上就是 你對飲食 第一個 你不可以挑進 第二個 你不可以挑進 你要做 如理思維 然後常常這樣 那這一部分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這個比較好克制 比較好克制 那圓餵的這一部分 那就是出家 就離家 他有一些規範 他也可以預防 那從這裡 從這裡慢慢慢慢 向圓餵 其實是這樣 那其他的地方一樣 像在家人說 八關章節 歌舞昌跡 不顧王關天 然後也就是 這一部分也是 其實也是圓餵 射身相互醋 那所以 如聽到美妙的歌聲 聽來未死不好聽 可是秋風過耳 不成窦情 就像秋風 就馬耳東風 就秋風過耳一樣 那意思就是 我不關心 我也不在意 不成窦情 那這個有時候也不容易 因為每一個人的執著點不一樣 有個人 有個人 對聲音比較敏感 他就很在乎 這個聲音唱得好不好聽 那有個人 對食物比較執著 他就很在乎 這個族的好不好吃 有個人比較執著 居住的環境 他就很在乎 我住的地方好不好住 那每一個人执著就不一樣 有個人执著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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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人全部都执著 就很難說 有個人在乎穿的衣服 但不在乎他吃好不好 有個人在乎吃的好不好 但不在乎他穿的衣服好不好 有個人吃的穿的不在乎 但是他在乎他住的品質好不好 你就每一個人执著 但是這些都在文藝裡面 這些全部都在文藝裡面 那照理來講 如果是你要休息 要像解剖的 我們講要像解剖的 他要在乎的就是 他的煩惱有沒有減少 他的智慧有沒有增加 他的忍耐力 就是他的功德 他的道德有沒有增加 而不是在乎他擁有的是什麼 而是他擁有這些世間的東西 這個孔子也講 優道不優品 前面我們講 就是文藝家講的安平樂道 君子優道不優品 磨道不磨死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在佛法裡面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你要盡量降低 對世間古裕的職取 那並不是說你都不吃不喝不穿 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的 他不做克服 他就是水飲 你的心不放在這裡 你還是要吃佛陀也吃啊 佛陀 佛陀每天有去脫菩啊 也去應供啊 人家供養到他也去啊 蛇利婆 其實阿羅漢基本上都離譽了 這些阿羅漢基本上都離譽了 可是他們也要去應供 也去託佛啊 但是你應供了 你供養他 他不在乎的 他只是借這個供養的音樂 要告訴你佛法 讓你修佛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他這個是夜報生 御界的夜報生 他有御界的需求 你要給他吃 那如果他們可以不吃 他也不能只是不吃 如果其實佛陀不吃也可以 因為佛陀還沒成果以前 還沒成果以前 都過過那個一麻一麥 一天只吃一麻一麥 吃了六年 他不脫菩 他只要拿一把芝麻 跟一把那個麥 那沒有多 就一杯在這裡 每天吃一顆 他都可以維持多久了 他還要去脫菩嗎 不用啊 但是他們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如果大家都跟佛陀學 那又走會苦行的路 那不對啊 那有些筆修也受不了 所以 所以必須要照正常人的生活 也還是去脫菩洗食啊 那 那 如果有冤枉 他也是去的 但是他不貪 不執取 那麼這一部分要續約 我們一般 但是有一些人 過去就不執取 所以 他吃的東西 他不會 常常在吃的地方喜歡 那 有些人吃不好 他會喜歡 吃不對他也喜歡 很容易喜歡 我也見過 但是有些人就不會 那 我們說每一個人执著的點 不要 他這一點不执著 他执著那一點 有個有潔癖的 你不知道他那個 做過的地方 他馬上 你看 做完了他馬上 他酒精消毒過 不要不要做 那一點點 常常都受不了 那麼 這個就是說 他执著的點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摄身相偽出 各有各的知情 但是 如果說 你要相解脫 那麼首先就是要領域 先修犯恩 就是 先修犯恩 正相解脫 這樣究竟苦丟 就是 就是 一般就是說 凡夫 世間的凡夫 跟佛弟子 有些什麼差別 有智慧跟沒智慧 有修行跟沒修行 有什麼差別 先修犯恩 他講吧 你稱呼你凡夫 跟智慧多聞的聖弟子 差別在哪裡 就是你聽了佛法 那你了解怎麼修行 能夠像解脫 不能像解脫 他的差別在哪裡 先修犯恩 犯恩 基本上 一般正解來講就是 要先禮 禮五一 禮並不是公不用 而是你的心 這個是你的心不直取 不貪愛 不懶著 你吃飯 你一樣吃 好吃壞吃你也知道啊 你怎麼不知道 菜好不好 暖的硬的 好吃不好吃 你知道 你也是知道的 那當然 你如果可以吃好的 你就吃好的 吃不了好的 吃壞的 那就勉強了 但是你也不會因為這樣 非常生氣 就一直 因為這件事 頂頂於懷 不會這樣 那這個其實就是 心不直取 不懶著 不貪戀 不貪戀 不貪愛 但是 如果給你挑 那當然 我比較吃 比較好吃的 你比較軟的 我比較適合我的 那如果不能挑 那也吃啊 但是吃了之後 你也不會生氣啊 不吃 好的吃不到 你也不會生氣 吃到壞的 你也不會生氣 你只是知道 這個不好的 這個壞了 以後要少吃 身體 身體畢竟是身體嘛 他生病了 他也痛苦啊 那你只是認為說 因為 我們要修道 這個生安 到 生安才到人嘛 你身體不好 你身體壞掉了 你再怎麼有心 他沒辦法 就沒辦法 那你還要餵這個身體 還要吃藥幹什麼 那很麻煩 所以你基本上是站在 為了修道 為前到月 就是你必須 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你不堪愛 不懶著 不應該這樣 那所以 它是你五目 先修犯恨 那麼正向 就是正向 正向解脫 就是你有向解脫的心 所以我們就是向上 向上解脫 正向解脫 然後才能夠什麼 就進古天 才能夠出生 就是你要有這個心 要有出離心 我是要向解脫 我不一定這一次解脫 但我也向解脫 路那麼遠 我天不一定能走到 但是我會持續走 一直往那邊走 那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就是 鼻齒五穩房屋 跟波紋身體質的差別 那要先從什麼哪裡 要先從五穩五穩開始 因為世間的東西 名利 那麼 稱積苦樂 這一些東西 那五穩 我們叫五穩八風 那 利衰尾欲稱積苦樂 這個是世間的季節 利衰尾欲稱積苦樂 有些人對這個就沒辦法 五穩八風 就是八種季節 那麼 對這一些 你開始 給他們在意 像蘇東坡 對這種 稍微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力量 利衰尾欲稱積苦樂 利衰尾欲 有些人對這個就沒辦法 有些人對這個就沒辦法 他可以 他可以對五穩不然做 但是他對他的名義 他可執著 他可以吃不好的 穿不好的 住不好的 用不好的 沒關係 你說他不好 他這個人他就受不了了 我這不用公平來說 我受不好 你回報他 他明明沒有做 你一直說他做的 他會哽哽不完 只要你有梗梗去懷 基本上就是一種執著 那麼這種都會造成障礙 利衰回憶 稱積苦樂 稱讚的 那麼 那麼毀棒的 雞刺的 讓你受苦的 讓你受熱的 那麼這一些 基本上你慢慢慢慢 我們說要淡火赤懷 老子其實他也是從這個地方下手 因為道德基因基本上 也是從這個地方下手 就是對世間的東西 那麼 你一樣是經病 你一樣是明白 你不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個人在罵你 知道 佛陀也知道 Q寶達多要害他 也知道 也知道 那些外道在罵他 外道有時候去了 直接就 找佛要跟他較量 有一些甚至是在家的 他去了 一直罵我一直罵我 佛也知道他在罵他 怎麼會不知道 那麼對這一些 他明白 但是他不辭取 那我們要漸漸訓練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我們在這個世間 不辭取這個世間 不管是什麼 包括說 我們 我們世間一定有 你叫我們辭取的 所以說我我所 我們最辭取的 大概就是 第一個 我們的身體 這個是最辭取的 我們的感受 然後之後就是 我的家人 那像 父母一定是辭取子女的 子女辭取父母的 那有些兄弟姊妹會辭取 有些不會 然後夫妻會辭取 有些不會 所以這個就很難說 就是看人的威嚴 但是我們執取的 不然是這一些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 那你都無情無欲 不是這樣子的 佛法是絕有情 他不是無情的 那麼比如說 我是人家的兒子 那麼 我已當應該孝順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有痛苦了 我應該已當要照顧他 安慰他 那應該要幫助他 這是沒有錯的 那麼 他 佛陀 佛陀成佛 他的父親 盡放往生病 他也是 他也是從捨畏國 敢去到哪裡 敢去到嘉比羅衛國 捨畏國到嘉比羅衛國很遠 也不遠 但是也有一點距離 因為嘉比羅衛國如果是在這裡 嘉比羅衛國在這裡 捨畏國在旁邊 捨畏國是那個 這個捨畏國是 波士逆亡的 其實他是喬詐羅衛國的捨畏城 他是喬詐羅衛國的捨畏城 那 嘉比羅衛國是他的繁蜀 其實是歸他管的 今晚往其實也是歸他 歸 歸 就是有點像早期中國文道 旁邊的韓國 越南 這種小國 歸他管 受他保護 受他保護 那麼 如果在捨畏國去嘉比羅衛國不一樣 如果王捨成就遠 王捨成就在這邊 王捨林在這邊 屁捨林在這裡 在中間 遠一點 然後再過來就是捨畏國 捨畏國再過去才是什麼 嘉比羅衛國 嘉比羅衛國再過去就是 藍瓶 那個是 那個是 這個摩顏夫人的 父親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地方 那是都在旁邊 那剛剛從捨畏國去到 剛剛從捨畏國去到 嘉比羅衛國 結果蠻人的 那今晚往生病 那是嘉比羅衛國的 那是嘉比羅衛國的國王 他也要帶著弟子去看病 那後來回來沒多久 今晚往往生 他也去台灣 他親自為他父親台灣 為他父親說法 為他父親台灣 那你說 他都已經成佛了 他怎麼還這樣 成佛了不是沒有人情 成佛了不是 無情欲 不是啊 那一樣啊 所以我們 我們有時候講無我 並不是說 我們莫不關心 完全不在乎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叫做絕有情 他有情 但是他是正絕 他不迷 他不迷戀 不迷思 那 那 那 迷跟絕在哪裡 佛陀 復興生病 他知道 人就是有老弟子 他會不會擔心 他也不擔心 因為他本來就這樣 但是他還是去看他 因為本來就有這個 他去看他 然後跟他講法 等到精患王往生了 他悲哀嗎 他也不悲傷 因為生死是自然的 那最重要的是 精患王已經正過了 他去度他後期 他已經正過了 所以 這本來就是 這本來就是 生死的一部分 這不需要太過明了 而且人跟人的 這個親屬關係 通常是維持一世 下一輩子就不是了 那有一些會繼續維持 就是親屬關係 比如說 有些阿公阿嬤 不疼孫子 那孫子死了之後 亡生了之後 那未來再投胎 當他女兒的兒子 或是當他孫子的兒子 好像就是這些 這些 其實 眷屬是換來換去的 那 那 你看清楚的這個 你也不會值得 但是 你珍惜當下的姻緣 把握當下的姻緣 能夠創造 讓每一個人 多什麼樣 都有好的姻緣 幫助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這一身 這一身 我們互為眷屬 表示 我們有緣 那如果有善緣 那要讓他轉成什麼 轉成紀緣 就是讓你更好 如果有惡緣 那要把他轉成善緣 就是這樣 你這樣的話 你不會執著 不會叛戀 但你也不會默不關心 不會 那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瘸跟瘸的差別 瘸的有錢 瘸的有錢 跟瘸的有錢 瘸的有錢 瘸的有錢 以前 我們可以講到這種 聲音 他其實也有一種力量 那 比如說 這個孔子 孔子 他是三東人 美國 去世上 他美國 三東人 三東人 不知道是不是特別好聽 他說孔子如少月 三月不知後悔 聽到這個音樂 哨樂 一種音樂 那麼 那個音樂的聲音一直回蕩在耳邊 陶醉 三個月 因為即使在吃飯的時候 也想到那個音樂 那如果有些人 比如說 你看到一個美女 一個蒜哥 你看了之後 你會想陶醉 你可能吃飯的時候 一直在想 你也會到 因為你的心放在你的眼睛 或放在你的想法裡面 你就可能會忽略 你的味道就喘不出來 你的心沒有在那裡 就食之無味 食而不知其樂 那如果你種在那個味道 那旁邊的聲音 你可能就先不見 聞而不知其樂 就會這樣 就這樣 這表示什麼 你受到他 你那個懶著的心中 就是你受到他的影響中 那一般我們有一個稱呼叫做 漁漁落糧三月不群 他就是 有一個人叫韓友去山東那邊唱歌 他很會唱歌 他去那邊找人 結果沒有錢 對付一下去 他就賣餐 結果他聲音太好聽了 他走了之後 人家去到那邊 那好我們還知道那個聲音 在那邊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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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繞 兩邊繞 三邊不學一邊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對武藝有一種 一種懶著 那這什麼是習慣 因為藝界它就是有這種習慣 就很簡單 像老鼠看到大牛它就喜歡 那狗看到骨頭 它不肯它很難過 貓看到老鼠不追 好像會收到養 類似像這種習慣 這種就是夜暴 那我們玉界 我們就是有這種煩惱 我們才升到玉界 如果你沒有這種煩惱 你也不會升到玉界來 你不會升到玉界來 就像你常常鬼鬼睡覺 你就會升到鬼道 你貪心中 千辛又 千令心又中 容易升鬼道 記憨的心中 報酬的心中 容易升鬼道 那這種 那是一種習慣 習慣形成重業 重業就遭感相同的鬼道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如鎖足在空中運動一樣 那毫無愛護 我們就對著 你沒有障礙 那你面對這些境界 沒有障礙 它不會障礙你 什麼叫障礙 你的心掛在那裡 你的心掛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障礙 從滅盤即盡的正思中 向於滅 就是正思為這個無我 那麼慢慢慢慢 向於滅盤 滅盤就是滅 滅就是不起煩惱 沒有煩惱 即盡 所以滅盤即盡 即盡就是沒有波動 心向滅盤而行到 一切以此的目標 叫做向解脫 那我們說 向善向善向解脫 第一個先離五欲 離欲惡不善就向善 離欲惡不善就向善 然後再往上提升 再漸漸提升 這個先離不善 然後離欲 然後到色 然後也離之外 就是漸漸提升 然後由定再發五六位 如果你也 如果你沒有 你貪灼在那個身心的起熱中 因為定有限把熱柱 它有五十功能 出產就五十功能 尋釋喜樂意識 喜跟熱 尤其三殘是大熱 那一種熱的時候 世間最高的熱在三殘 三殘過後就是急性 就是四殘 那市場還在色界的比高高的季節 還沒有出色界 到出了色界就不色界了 空五邊四五邊 那基本上 基本上你要一層一層 如果你執著了 執著了這個喜樂 它就在色灘 色灘就生色界 那如果你只走五玉 浴灘就生五玉 五玉裡面比較低的層次 就是畜生道跟鬼道 它那個五玉更低的層次更低 所以你看一隻蒼蠅 一隻蒼蠅會繞著大便飛 可是大便我們看 那個是很髒的 可是對它來講是美食 一隻蜜蜂會繞著 會繞著一朵花灰 不一樣 蜂蜜至少熬一點 對不對 芳蜜至少熬一點 但是這個就是層次不一樣 從天人來看 這個是很低的層次 那我們要不斷休閒 基本上我們在玉界當然是過玉界的生活 在人當然是過人的生活 人有人的需求 玉界有玉界的需求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漸漸降低 對玉界的依賴 對五玉的依賴 對五玉的需求 你要降低 所以常常講 諸葛要都知道 非當勃無以名次 當勃是當勃什麼 第一個 五玉 第二個 名義 就是這種 這種你的心才會有力量 才會親民 不然你就迷失在裡面了 你就讓它們轉 你很容易因為這樣 忘記到了 就是這樣 就是你啊 所以他叫你離了無意之後 那麼這個心放哪裡 放念 要向解脫 要向解脫 一切都以此為目標 如果到大盛 那當然就普通心 不是自己解脫 還要帶著別人解脫 但是還是在初靈心的基礎上 那這個佛法就叫做 你在人間 但是不止取這個人間 用一個拼音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蓮花 出污泥不來 那麼就好像在蓮花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六次大盛 就是你的心親民 親民是因為什麼 你不懶著這個無意 所以告訴你 你要像蓮花一樣 心要像寶珠一樣 蓮花中的寶珠 這就是六次大盛 它的威力在於你這樣想這樣做 不懶著這個世界 不懶著世界世界 不會像倉如繞著大盛丘 這是比較逼的 也不會像蜜蜂 不斷去找花的 繞著花的灰 也不會 也不會 一生就忙這個事情 不會這樣想 那這個叫做 這個 那麼心保持在一種明亮的狀態 親近的狀態 這個叫做 你常常這樣念 你常常這樣想 所以它的功德來自這裡 而不是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這樣唸 那聲音就有功德 你拿著這個 歐巴尼玉的輪子這樣轉 就有功德 沒有 不是 你貼著那個 歐巴尼玉的貼紙 貼在那邊就有功德 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三者表示了內心的從事件而向著 也就是真正的初心 那你不需要這種心 八冠家界就是因為在家人 他基本上一般的在家人 佛陀時代 那一般的在家人追求的是什麼 幸福美滿 我的人生 希望不管我上輩就是我前身有沒有幸福 至少我後半身會幸福 就算這一身沒有幸福 希望我來生能幸福 你希望這樣 這叫真上身心 我未來要過得比現在好 我下一輩子要過得比這一輩子好 這我以前沒有講過 要這種心 但是這個還在輪迴裡面 但至少你比較好 輪迴比較好 就好像你不做蒼蠅繞著大便 你做一朵蜜蜂 一隻蜜蜂繞著花的 看起來好一點對不對 蒼蠅繞著大便 又被人家嫌棄 人家又要吐沙灘 蜜蜂至少不會的 是不是 看起來幸福美滿一點 但終究還是什麼 還是蜜蜂死了 不一定會做蜜蜂 可能就做蒼蠅了 這一輩子繞著花斗 下一輩子繞著大便轉了 為什麼 他的業啊 所以他不保險不就勁 所以要發粗米血 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佛陀會教這個佛弟子在家的 要受八關在戒 八關在戒 八關在戒的功德 就前面我們講過八關在戒 八關在戒的功德不在於 不在於說你去受戒就有功德 不是 而是你發粗米血 你發粗米血 不可如相激 不顧亡關戒 這就是你武力啊 不走相娃慢 不相有獨生 色身相慰處亡 過我不死 這個是貴啊 其實他做的是這裡 那你要有離武藝的心 重點是這樣 然後離了武藝做什麼 要向解脫 所以他是解脫的正因 他來自於這裡 而不是你也沒這個心 沒有向解脫的心 也沒有離武藝的心 然後早上起來 就人家去做八關那些 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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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晚了 明天到了 我有報過這類功德 不是 不是 因為你有沒有功德來自於 你有沒有這個心 那你有沒有這個行為 那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都是 說包括在一些 往生可以中平 那如果可以解脫正因 保不去 那去了 他都不曉得原理是什麼 然後去了 然後懺悔完 師父就跟他講 如諸何盡群受不殺生 也越也越不殺生 能遲嗎 能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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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堅持到明天早上 到後來就送來了 圓滿了 沒有 這不是圓滿 你沒有出離心啊 出離心是解脫的正因 那你沒有出離心 你怎麼會有解脫的正因 出離是要出離三界的心 要有解脫的心 那 那麼 解脫的修行 正行是什麼 正行就是正因 就是他的心發心 修行是什麼 修行就是零五欲啊 所以你這一天裡面 因為他不可能 他要上班的嘛 他要做風的嘛 他有家庭的嘛 但是他有這個心 他這一天就過出家庭的生活 零五欲嘛 不歌舞昌濟 不顧亡觀念 不走香花曼香有獨生 不走歐膏往大船 非直直 就色身相慰處啊 那 那不是他所有的色身相慰處 就是你有這個心 要你這個心 要你五欲的心 你五欲而且要向解脫 就是這個 所以他才是解脫的正因 因為你有這樣修 你有累積這個業 你有這個心 而且你這個心 不是當天說報告再見 有而言 過了之後就沒有了 不是的 只是你礙於因緣 礙於你的緣 沒有辦法修解脫性 所以你保持這個解脫性 在你有機會有因緣 有放下的時候 去修解脫性 是這樣子的 那這樣才有辦法說 你去中解脫正因啊 是不是 那你都沒有 你只是就好像說 送心功德 你都不了解這個心在講什麼 你都不了解這個心在講什麼 也不照親的去做 你送還經就有功德 沒有的 沒有的 不是這樣子 那你包括在這也一樣啊 你必須了解 他這個怎麼這麼做 他的因在哪裡 那你發這個心 修這個行 發心修行正果 不是這樣嗎 總修托嗎 發心修行正果 那麼你有發這個心 你修這個行 但是因為我因緣的問題 我一個禮拜 大概是一個月三四天的話 兩次到六次 固定 那一般 後來發展整個六次 就六三月 那麼我只能在放假的時候 才這樣子 我平常有家庭 有聚餓 那我是在家裡 我當然是要遵守這種規範 那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就是完全的犯恨啊 沒有淫欲不行啊 那所以他在能做到的時候 他盡量去做 那不能做到 他就是一在家的時候沒有 那這樣 要有這樣的心跟行為 他才有辦法真正向結婚 你都沒有 你都什麼都不知道 反正聽說八萬在界的功德很大 那也就想到說 你一日受八萬在界 八萬於事於兩 不愁事不愁穿 那還不趕快去受 不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 所以我們要 我們做什麼事都要弄清楚 他的原理在哪裡 那 你知道了 你知道 所以苦有苦因嘛 解脫有解脫因嘛 源起就是講這個啊 有因有源世間起 有因有源受苦 有因有源不受苦 有解脫命 有因有源世間命 你要把那個因 那怎麼做 為什麼 要把它弄清楚 那你就知道了 以後你去受八萬在界 同樣受八萬在界 有發出離心跟沒發出離心 因為因是不一樣 同樣不思 你是發苦離心在不思 你是發出離心在不思 你是發真上身心在不思 它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沒有出離心 你去受八萬在界 它也不是解脫正義 不是啊 那你一樣只是跟著 那今天不可以 今天不可以歌舞三季 就不唱而已 可是你實在是很大的 你心裡面 你不唱出來 你心裡面跟著 那還不是一樣 就在那邊唱 在那邊唱 那是因為今天不能唱 所以想一想就好 那你說 那還不是 那沒有離舞欲啊 離舞欲是心理舞欲 不是生理舞欲啊 心理舞欲啊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說 學習佛法 我們重點就是 你要把它弄清楚 哎呀 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都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就有點像吳柳先生 好讀書 不求聖結 就將就將就就好 差不多就好 可以就好 那很多不曉得 你這樣 沒有辦法得到真實利益啊 因為一切法 心為主黨 他從心來啊 你心怎麼想 那他作用很大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心向涅槃得行道 心向涅槃得行道 心向解脫 有什麼 有修嘛 修煩恨 所以我們講 先修煩恨 其實就是這樣的 然後正向解脫 就是你的心向解脫 然後才能夠什麼 最後 這樣做 相訓做 修煩都修煩 就是常常修煩練習 這樣複煩 那麼你就能夠怎樣 究竟苦練 其實佛法是這樣子的 好 一切以此為目標 那麼表示從內 內心的從世間而向解脫 也就是真正的初離心 初離心貫徹了解脫道 八正道的始終 那三聖就是三學八正道 那大聖就是六度四聖 那也可以講三心形六度 那不過正見著重於知厭知靈欲知念 這是解脫的正見 這個是解脫的正見 不是世界的正見 所以要知厭知靈欲知念 底下六支都是向此而休息 就是正見正思文 正見正思文後面是什麼 正與正業正面 正面正定 正與正業正面都是戒 中間還有一個正經驚 正經驚就是跨 正經驚其實是騙其他的七個正道 那八正道是很重要的 那導師基本上也很強調這個 尤其因為導師那個時代 故事的人是沒有正見的 不要說那個時代 現在這個時代也是這樣 很多人也是沒有正見的 那有正見不一定有正思文 有正見不一定有正思文 你聽聞的是正見 但是到了你這裡就不是正見 沒有正思文 聽佛達多聽佛的說法也是正見的 他聽證上是聽聞正法 他知道的就是佛告訴他的 是不是正見 是正見 但是他想的又不一樣 那所以你沒有正思文 你沒有正思文 那麼你學的 他不一定能夠對你產生作用 不一定能夠對你產生作用 那我們大部分學習佛法 有時候有時候沒有起正思文 沒有起正思文 只是聽只是聽 懂不懂沒關係 問題是我們有學 就好像我們講外觀三見 懂不懂沒關係 問題是我們照著做就好了 照著做堅持把它做完 就有功德了 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的 那 現在講到正見與正思是會學 前面講的這些是會學 正思為就是思為什麼 心是向一念 正見前面有講到 那麼要有四千的 先有四千的四種正見 然後有這個涅槃的正見 無耳的正見 這個才能夠上解 其實是這樣 正見 然後正思文 然後後面就正與正就正面 那導師非常強調這個八聖道 那特別導師有一個法語 就是他寫 那寫給詞我們不知道 那是悠闖的房間 那你常常會看到這句話 就是說 身性三保一同正見中來 這句話 逼正見而起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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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能成為正寫 就發生到你 能向你佛道 自立利人不值得 這是對於一般人說的 就是還是 基本上還是發生到 那 我仍在服演讀 我們在服演讀書 男眾的第一屆 那是服演的第七屆 那我們要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一村老師還在 那我們讀書的時候 一村老師好像 那是一年來一學期 都會去住一個月 我們會寫他開始 然後 這個 要畢業的時候 他就寫也寫類似像這樣的 那麼給我們畢業的同學免疫 他寫什麼呢 也差不多 我們來對照一下 你就知道這個 他就講八正道 尤其是特別講 尤其是特別講 都是先 都特別提這個 他寫什麼呢 他說 因為他是寫給我們的 寫給第七屆畢業的同學 寫給我們 他說這個 出家求訪 你看他現在寫什麼 他一樣是這樣 出家求訪 應以政見為先導 這個是對一般的人 身性傷保 應從政見中 對我們 我們不是出家 出家求訪 應以政見為先導 其實這個是很多人忽略的 這個是很多人忽略 開始拜餐 開始誦經 開始打坐 就這樣 他以為這樣就修行 這樣是修行 但是跟外道沒有什麼差別 要把你修 那所以 佛法以政見為先這個概念 到現在 還不普遍 還不普遍 郭書的修行人是這樣的 一俊年多 他說 天經浪費時間 回家好好念佛 才是根本 就這樣 他佛法觀念都不懂 但是他覺得聽那麼多 也沒有什麼用 我有聽跟沒聽 跟我往生不往生 沒有關係 我聽多了 我也不會比較平位比較高 沒有 我反而念佛念多了 我比較能夠保證往生 而且我可能念佛念多了 我只要很往生就好 我也不要上瓶 我下瓶就好 很多也是這種概念 沒有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如果你不懂道理 你念佛事 不一定能往生有 就好像說 我們剛才講 你不懂道理 你去做八觀佳界 不一定有八觀佳界的功德 沒有 不一定有解脫的正義的 不一定的 你以為這樣就有 不是 就好像你不懂得道理 你不是以為 你說 我們只要做了三過一 就不做三二道 沒有 不是 提佛達多何止三過一 還依佛出家 還不是一樣過定義 是不是 善心比丘也一樣 一樣過定義 起結就一樣過定義 所以 並不是說 你念佛 你念佛就是所有的修行 修行一定要從正見開始 這個是很重要 但即使這種觀念 現在也 也不是很多人有 他的修行就是打坐 然後甚至是持見 然後什麼是念佛 或是送見 大概就這個 但是沒有以正見為先 直接把它持好 就解脫了 不對 定 修到 修到一個層次 就可以開悟解脫了 不是 你持見 你修定 你念佛 都要有正見 都要有正見 外道不持見嗎 外道不修定嗎 外道不念嗎 你不念他的祖師嗎 我們是念我們的祖師 我們是念我們的祖師 他也念他們的老師 他不念嗎 他不修定嗎 他不持見嗎 有啊 一樣有啊 他為什麼不能解脫 那你做的事情跟他一樣 你只是換個聲音而已 你為什麼就能解脫 不是啊 解脫不解脫在 你有沒有正見 有沒有無我的正見 甚至有功德沒功德 這個都還要從你的正見中來 這個官用很多人沒有啊 真的啊 到現在都這樣 很多人沒有 所以他寫給我們你看 他說出家求法 因以正見為先導 我們來看 就是他在告訴一般的人 在說出家的人 這個還是浮衍的 浮衍的 他在的時候他勉勵我們的 你看他說 他說以正見 依正見 依正見為先導 那麼依正見起正行 我們來對照一下 因為這裡是講到八正道 我們是84年畢業的 今年是100多年 100幾年 今年是109年 我們是民國84年畢業的 不是他寫的 他是他寫的 依正見取正行 內則淨化身心 外則利居人群 能沉溺和肉清淨之生情 能沉溺和肉清淨之生情 政法當然 久住於人間 來講這個 這是寫給第七屆畢業的 另外一個 我們來看 這個 他還是以正見為先導 一開始講 一開始講就是這樣 這是出家求法 對出家人講 就是一般對在家人講 神信三保 因從正見中 對在家 對出家人 你看都是這樣強調 好 另外還有一個 他寫給 大陸 九華山佛學院 他時間 也差不多是 84年 那個地方 他寫什麼呢 他說 學佛以正見為先 他這裡 他可能沒有去 人家跟他求人 我還是他去 不知道 學佛 以正見為先 學佛法 學佛法 以正見為先 還是一樣 很多人 以為他天文佛法就是有正見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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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見為先 有正見 能舉 正信正行 內以淨化身心 外以立即言舉 那差不多 但是 他都是在強調 有須知識之處 這可能就針對那個 對於戒律 此戒就決定 有須知識之處 知識 就是時代的因緣 地區的因緣之處 在什麼時候 在什麼地方 適應時與與紅寶 適應這個時代 適應時與與紅寶 政法乃能久處於人間 正法乃能久處於人間 正法乃能久處於人間 所以你看導師 我們從他對這個學生的銘定 對世界人的免疫 我們看到幾點 這三個來看 第一個 強調政見 政見為道 然後八政道 向你佛道 然後重點都是自立立他 不辭政法 政法有去 你看這個是對我們說的 政見 然後八政道 那麼一樣 那麼內則進化身心 進化者立居人群 自立立他 一樣是自立立他 自立立人 內則進化身心 則自立 外則立居人群 則立人 然後重點是能夠讓政法久住 你看 都是這個概念喔 不離開這個概念 以政見 然後能夠自立立他 然後政法久住 這裡也一樣 政見為先 然後行發政道 你看 內進化身心 然後政法久住 都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重點 為什麼要不斷強調這個重點 因為很多人沒有 很多人不知道 他們要不斷強調這個重點 我們偏向之徒 está平 минут 出事先 出事先